好了,那现在是小孩再战怒鸟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对局了 喜欢玩肯的或者喜欢玩韩朱莉的 可以仔细观摩下两位玩家的表演 还是好,那现在继续来看这场对局 来自怒鸟对战小孩 肯打韩朱莉 这一等小孩的优势还是被他巩固起来了 用迸发反迸发之后列上一起稍微打击 现在怒鸟的体力所生莫及 没有什么可能了 现在双方都虚弱了 卧槽 出波 我操会玩啊 用超杀来磨死的小孩血量 因为小孩没有斗气了,虚弱了 这个看得出来啊,绝对是下了苦工的啊 因为你没有斗气的话,你防守的话,碰到这磨血的招式是会被磨掉血的 他刚好计算到小孩儿,斗气不足以回复啊 好了,又是一个起神OES生龙 脚气又出来了,脚气又来了,还该发脚气,对方又是龙减踢了 斗气爆发,但是没形成效果,现在韩朱莉没有斗气 怎么办,他还有个贼,斗青蛙,弹墙晕了 哎呦,我的感慘 简直是打着小孩儿他妈都认不出来了感觉的样子啊 这个就是合理利用系统了,因为你没有斗气的话,在角落里对方一个蹦发,你必被破防晕那样 形成晕直了,要不要傲傲想想那小孩儿,现在刚才小孩儿乱动 两次乱动被他用中拳怼回去了,斗气发 又是斗气爆发 欺负小孩儿虚弱了,带走了 哎呦,我的天呐 完美压制啊 好,来看见弄掉的坑,小孩儿说 太欺负人了吧 我给你拼了 我给你拼了 我又可以 哎呀,没有了 被吊打 好,来看一下来自阿联酋迪败的怒鸟对战中国的小孩儿,对手得赛,赛点啊 现在小孩儿又失误了,这是被打的懵逼了一样,确认刚才那个木鸭都失误了 这简直,打的小孩儿完全没有招架还手之力了 你看这个操作就不是一个档次了,是吧 这肯,他把肯玩成了韩朱莉的感觉了 其实朱莉的机动性要比肯还要高啊 当你发觉没有,他把肯,利用他的肯,肯是有这种移动剂的,再加上绿冲啊,加上蹦,他把这个玩成韩朱莉这种心流水痘,小孩儿凹升龙,升龙不重,后果严重啊 小孩儿都已经挖了,被反蹦了,完了,我操,剃头了,小孩儿又被剃头了,小孩儿说我,我哭了,我不跟你玩了,太欺负人了 谢谢大家